百慕大三角洲是指北起百慕大群岛 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片三角星海 海域总面积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百慕大三角似乎也存在着某种神秘而强大 但又看不见的力量 数以百计的飞机和船舶在这里消失 无人驾驶的鬼船在这里飘荡 所以这又被人称为地球的黑洞 亦或者叫做丧命地狱 更匪夷所思的是 有些失踪的甚至死亡的人 在事发几十年之后 居然又重新在这里现身了 自上半年以来 人们对这片魔鬼水域的探知欲望是从未消退 这忽隐忽现的传播和死去活来的人 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飞机 轮船失踪事件之多 使人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偶然 我们就讲两个在美国最知名的都市传说 1945年的12月5号 美军第19飞行队队长 泰勒尚未带领14个飞行员 驾驶着五架复仇者是鱼雷轰炸机 从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机场起飞 当这个飞机的机群越过百慕大三角的上空时 基地突然收到了泰勒尚未的呼叫 我的罗盘失灵了 之后 它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断断续续 在后来 指挥部收到了泰勒尚未的呼叫 并称自己弄不清在什么位置 紧接着 这个电波讯号是越来越多 直到彻底消失 这五架飞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指挥部感到此事很不对劲 于是立即派出一架水上飞机起飞搜索 但在半小时之后 一艘邮轮上的人看见一团火光 原来是那架水上飞机坠毁 这件事使美国当局受到极大的震动 军方决心必须得查个水落石出 所以这第二天 美国出动了超过300架飞机和4艘军舰一块进行搜救 搜索了附近9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耗费了4100多个小时 却愣是什么都没发现 不但什么都没找着 反而还有更多的人员消失了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事件有了新的发现 这五架飞机 分别在两个地方被发现了 1987年苏联太空中心科学家马基耶博士 收到了卫星探测器发回的卫星扫描图片 证实在月球火山口的地方 停着一架二战的美国轰炸机 看编号正好就是当年19分队的五架飞机中的其中一架 美国和苏联想去深入研究的时候 飞机却又消失不见了 话说又过了几年 1996年的时候 美国科学家陆丁博士 通过电脑天文望远镜 发现了火星上空几千米的高空处 有四架美国二战轰炸机一每小时 4万公里的速度急速飞行 而这四架飞机 正好就是美国失踪的19分队的四架轰炸机 如果这些科学家没有做伪证的话 那就说明了 这些飞机是被某种高智慧生物 从地球上撸到火星或者月球上去 随着五架美军轰炸机的消失 百慕大也开始慢慢出名了 另外一个失踪案例是什么呢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美国海军独眼巨人号货轮失踪事件 话说1918年3月 美国海军巨型货轮独眼巨人号 在巴西装满了矿沙以后 并返回弗吉米亚州的途中失踪了 奇怪的是 尽管船上有着当时非常先进的无线电射 竟然都没有发出任何呼救讯号 也没有救生艇在海上漂流 这全体船员和11000多吨矿石 就这样离奇地消失了 后来在关于独眼巨人号的官方声明中提到 这艘船的失踪是海军编年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谜团之一 一切搜索方法都尝试过 但都以失败告终 1981年的8月 一艘名叫海峰号的英国游船在百慕大三角突然失踪 船上六个人也突然消失了 不料在过了八年的时间之后 这艘船在失踪的同一地点又奇迹地出现了 这船上六个人安然无恙 但这六个人都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对已经过去的八年时光他们毫无任何差距 并且 他们只以为仅仅是过了一刹那的时间 调查人员反复告诉他们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 最后他们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这个调查人员就问他们 当时都做了哪些事的时候 他们都无言以对 因为他们只感觉过了一小段时间 也确实什么事都没干 所以都感觉莫名其妙 在百慕大三角还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怪事 一艘前苏联的潜水艇 一分钟之前还在百慕大三角 可是一分钟之后在它浮出水面的时候 竟然却到达了印度洋 这几乎是跨越了半个地球的航行啊 潜艇中的93个船员 全都骤然衰老了5到20年的时间 这件事发生以后 前苏联军方和科学界 立即开始对潜艇和所有人员进行调查 并出具了相关的报告 研究人员马斯洛夫博士认为 这艘潜艇进入了一个时间隧道的加速管道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更合理的解释 除了咱们前面说到的失踪者再次重新出现之外 居然还有人在百慕大死而复生 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失踪事件的发生究竟是因为什么 难道真的有一个平行于地球物质空间的事迹 存在在百慕大之中吗 百慕大三角就是某个被破坏的时空大门 到这里的飞机和船舶 再经过这个不稳定的时空门 都会随机地进入另外的空间 最后要讲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外星人 也有人认为 在百慕大三角的海域下面 隐藏着外星人基地 这些事也全都是外星人干扰所致 据说外星人一直垂涎人类的完美身体 所以一直以来人类的空间就有外星人存在 这些外星人 把自己包装成人的外形混迹于人群之中 外星人在地球上探测到了百慕大的与众不同 因为这百慕大地处北纬30度 那里有地球自尊的一条重要能量带 再加上这百慕大强大的时空能量 这里就显得非常特殊 百慕大三角的海沟深处就有外星人建立的基地 外星人安装在海底的强大信号系统发出的信号 严重干扰船和飞机的导航系统 也破坏了人体的神经系统 舰船和飞机自然会失去正确的航向 因为外星人把百慕大三角看作是他们的领地 任何擅自闯入这片海域 或者领空的各种生命都面临着被毁灭的威胁 而以上也全部都是都市传说 大家看个乐子就可以了 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也应该是地球特殊的磁场问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